罗佛古庙游神是新山华社一年一度的盛世 武尊神明今天回鸾场面声势浩大 武邦会馆的会长率领信众祭拜答谢后 象征为期五天的罗佛古庙游行 在下午两点圆满落幕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回鸾仪式一度下雨 善信认为这是神明显灵 象征今年新旺发 柔佛古庙昨晚的众神夜游之后 今天武尊神明回鸾 武尊神明在各会馆护教主以及信众的拥护下 早上从行宫前往古庙 及时一到 由新山海能会馆护家的赵大元帅打头阵 接着医学出发的有新山广照会馆护家的华光大帝 新山客家会馆的赶天大帝 新山福建会馆的红仙大帝 以及柔佛潮州八亿会馆的圆天上帝 恭迎华国大帝圣驾回魂 信众在大太阳下恭送众神回鸾 当圣驾靠近古庙时 护送队伍就会猛力摇晃神轿 护送队伍就会猛力摇晃神轿 信众在大太阳下恭送众神回鸾 双手合十膜拜现场敲锣打鼓 善心情绪沸腾不识高喊心旺发 欢迎华光大帝圣驾回鸾 恭迎华光大帝圣驾回鸾 华光大帝 欢迎华光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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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迎招大元帝 声祝 今年声势浩大 座上嘉宾来头也大 包括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 柔州大臣 乃温哈菲兹 新山市长 乃渡诺拉战 柔佛州旅游局长 沙利尔女战等等 我当然之前感到战战兢兢的 尤其我们的主兵 也是没有确定 但是最后我们感到很欣慰的 我们尊敬的摄政王 终于清零 出席我们的游身身位 不但他自己出席 临时还当 让到给我们一个惊喜 就是带了他的公主 跟小王子一起过来 所以使到我整个社会 更加的争光不少 大会感谢各政府单位配合 也感谢警方席助维持秩序 同时感谢国内外游客 和信众共襄盛举 也为我们朝向争取 这个世界联合国的 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生意 迈进了一大步 明天我也跟我们几个同僚 飞到中国的清隆古庙去 是清隆古庙喔 去一起跟他切磋 然后联合申请这个生意 这是我们这个游神 我们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们看到游神这个 这个生会已经变成很年轻化了 这是不只是 我们看到 那时的年长的 现在包括很多新的年轻人 都参加我们这个生会 是很开心的 然后我在这边也要感谢 五帮他们的参与 包括警方还有理由部的 那些配合协助 实际上今天的回栏仪式中一度下雨 比如回栏仪式开始之前有下雨 但是开始之后天空就放晴 那另一次就是原天上帝 刚到柔佛古庙后 有短暂下雨 善信认为这是神明显灵 象征今年好运连连